大家好,我是Dan 在第一次通话录音曝光后 受所属公司委托制作5050专辑的音乐制作人 安森尼 被韩国网友们质疑是这次事件的幕后黑手 但并没有什么证据 然后在所属公司主张 Qubit这首歌是所属公司用9000美元在瑞典购买的歌曲 因为当时所属公司代表资金紧张 就拜托安森尼先代付歌曲费用 然后在一个月后就将购买费用还给了安森尼 但是现在安森尼却将Qubit的版权占为己有后 安森尼发出反驳文表示 所属公司支付的9000美元是购买了专辑制作人的著作引接权 先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著作权与著作引接权的差别 著作权就是该著作物创作者的权利 而著作引接权是将该著作物的价值提高的人所持有的权利 也就是使用权利 所以根据安森尼的反驳来看的话 所属公司花钱买的不是歌曲的版权而是使用权利 那版权是在谁的手中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低社公开的卡组聊天截图 安森尼这次版权费用应该会赚很多吧 恭喜你 我只有小数点程度的股份 没有什么 哎呦我下次再作词多占一点吧 小数点程度的股份 根据低社的爆料 Qubit这首歌的版权 安森尼占了28.65% 安森尼的个人公司占了66.85% 加起来就是95.5% 然后剩下40%是在安森尼公司的员工身上 对安森尼撒谎了 根本就不是小数点 几乎是100% 然后甚至连歌曲的作曲家 也是以自己的名字注册的 照理讲的话 应该是作曲瑞典作曲家名 做此安森尼 结果对版权感到疑惑的 所属公司代表 就打电话给了安森尼 今天你会购物上市 是飞联款的是 昨天时,你会购物上到中国 你会购物上是想读的 让你跟他的作曲家 原本是喜欢互联网 所以由于 但我会购物一切 所以去托pez约尼的 但是 是 我会购物上这种 那叫上森尼旁尼的 韩国的音乐 因为 闘消音团成转发已经 成本变购物了 啊 makes the publisher 订阅。 因爲 지금은替得没有。 唯论会发展。 订阅已经登场。 那些的 订阅。 现在已经加上了 12年了。 当时你还没开关? 如果有QPIT的人并不停留。 собственно,你不停留下来。 对不起。 对不起。 那是我国内的作者。 那是他先过上了。 也就是说 现在是自己的名字 但是三个月后 就会换成所属公司的名字 在这段通话五个月后的 7月6号现在 住宿者的名字 还是安森尼 最后 第一是向韩国音乐著作协会询问 向作曲家购买歌曲的话 可以在作曲家写上自己的名字吗 韩国音乐著作协会表示 就算购买了歌曲 作曲家名也不会有变动 并不是你作曲的不是吗 作曲家名要写上作曲家的名字 权力者名要写购买的人的名字 总结一下就是 不管怎么样 安森尼都是能赚钱的模式 即使是50-50消失了也是 这程度的话 根本就是诈骗不是吗 安森尼这人品 要被赶出演艺圈才可以 看他做的这些事 就能知道在背后对成员们 成员们父母做了什么事情 坏家伙 拜托你代表一定要赢 最近真心觉得 听话录音不是选择 而是必须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笑翻韩网的任宁敏片段 在最新一集 允孙敏出演的任宁敏中 允孙敏与成员们玩游戏的一个片段 笑翻了整个韩网 我们马上来看一下 昨天在看这段的时候 真的差一点没被笑死 对了 虽然这个片段收到了很多韩国网友们的关注 但也有首数网友表示 这个游戏其实非常危险 希望制作组不要再准备这么危险的游戏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